LEO聊事件天天用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征點位9點鐘方向的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的特色是他均勻的工作效率很快 所以他是南美的老鷹豹成型速度最快的 製造速度真的很快 阿茲特克人他的金冠可以讓所有的步兵攻擊力加4 防這個槍兵 所以他沒有這個大槍兵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是他的生率科技是每點一個是血靈會加5滴血 到了後期全部點滿可以高達100滴血的生率 非常可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他的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可以影響到村民 而且有這個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所以經濟上來說也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的槍兵呢 對這個騎兵單位的增傷非常多 但這場是遇到阿茲特克人 所以可能波西米亞人會以這個火槍為主 火槍兵 那他的火槍兵呢 又可以在城堡時代就研發化學的關係 所以他也有這個速火槍打法 波西米亞人也有這個戰車打法 非常深履 榴彈炮或是強弩 劍勇的一個儀系列的操作方式 整體來說波西米亞的彈性上限是非常高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的 那目前看起來有點像是長生之處的感覺 那中間有兩個大墓區 又有點像這個通道的感覺 但是通道中間又一條路 中間還有黃金 看起來這次有夠隨機的 玩起來應該是蠻有趣的 通常打超級隨機的時候 大家往往會選擇職程策略 而且又是自動有圍牆的地圖 也不太會去打一些大招 如果你去打大招插塔的話 這個不確定性的因素實在是很高 好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的黃金量非常多 現在這裡看起來是 黃金已經超過兩萬三萬四萬 至少整個地圖看一下 哇靠 有五萬六千黃金啊 唉呦 九千一的石頭 這個基礎支援量真的是蠻多的 好 那接下來兩邊 應該沒意外的話 就會來升職程 不 哇呦 直接吃兩個果子 果子自由 那這個聖物看起來是五顆哦 一二三四 四顆 五顆 那阿茲特克人呢 他的聖物的產能哦 也是會有增加的 他的團隊加成呢 可以讓聖物每一顆再增加33%的效果 所以拿四顆哦 或是拿三顆 就等於四顆的效果哦 哎 結果剛講完 這個插塔大招風險很高 結果吼 阿茲特克就來搞事了 然後是一個槍矯前壓嗎 好 有一隻村比較後面 待會圍一下 哦 這是再來插塔了哦 歪哦 這邊支撐 一個正常開局 遇到阿茲插塔 好 好 趕快圍 趕快圍 哇 拍不起來 再再補一個房子 黑木頭 補一下 好了 走進來 那你就看到這邊已經圍好了 好 再往右邊走 哦 裝甲套兵點下去 這是一個阿茲裝甲塔 阿茲裝甲塔來了 好兇好兇 而且弓兵也來囉 哇 弓兵是在旁邊馬上蓋下去的哦 好 這一波直接上大石牆 右邊這個區域暫時沒事 但這邊都繼續升插塔了 右邊用步兵推進 加攻兵 左邊繼續插劍塔 好兇好兇 好 待會 歪歪歪歪 移上去了 独層七製造手 但是這個修道院哦 一定要馬上補下 好 先補一個 独層七製造手 修道院啊 不補修道院 好 走在後面 OK 還行 好 插進來了 可以跟 插一個哨戰 看一下裏面狀況 好 把這個哨戰射掉吧 好 還是要等投車 投車出來 砸一發 砸一下 砸死了一隻老鷹 哈茲克 再補一根劍塔 這個裝甲塔威力有點夠啊 哇靠 哇靠 又砸到一發 酷了 好 待會兒 待會兒 對於 走動 讓這個投石車沒有辦法專系打劍塔 好 這裡五隻攻兵進入劍塔裡面 剩下這個箭矢數量 反擊這個投石車 實際上也是蠻高的 好 第二台過來 呃 步兵摸不到 哎 OK 打掉了就進塔了 好 最近極限齁 好 村民再過來修理 好 村民在後面 但是 應該也沒問題了 東甲塔 已經被擋了下來了 果然稍微有場齁 還是一個問題啦 如果沒有這個木場的話 那 阿茲特克這邊裝甲塔 成功機率應該會比較高 我這個 木場稍微讓YO能夠圍起來 這個稍微能圍起來的機會 讓YO順利的生成成功 好 神聖吃香也點了 阿茲砸了一發 殘血老鷹 兩滴 原來 宗教皇樂應該也都點了 OK 宗教皇樂一定要先點 好 村民的移動速度來到1.01 好 非常的快 好 還有那個0.80 所以這個 阿茲特克 村民的移動速度 不是阿茲特克 Poshimia的移動速度 是有性命最高的 等一下這個 宗教皇樂之後 連這個伯伯都只有10% 宗教皇樂可是只有15% 非常的快 好 這裡投車也來了 阿茲特克 這裡並沒有投資太多的豐兵 只有5隻豐兵 跟2根劍塔 所以這邊生成也很快 好 升到城堡時代 補了工程器製造所 好 沒有接下來的公司 沒有去補這個軍營 跟爆蛙金 所以這不是一波流打法 下了修造院 好 Y.O點下了救贖思想 接下來 這波公司 這個TC蓋在這個位置 稍微有點難受 因為人家在高地喔 就算 Y.O這邊一台豪車過來 砸一發喔 臉部已經砸得掉 一定要兩發傷害喔 同時砸下去才行 然後這邊是絕經要上高地嗎 好 絕經用救贖思想遭降 應該可以喔 打 回頭 像是CD 高打低 火車拍一下 把自己的火車拍死 噪音過來了 難受了 快走 趕快走 收村 比退 OK 細節做好做滿 好 這個生女 你們都招搶到嗎 唉唷 差一點差一點 好 這裡直接滴冰工廠了 不演了 我要出去幹大事了 好 快 拆除 要先打 生女嗎 後面要收村 一台頭車被抓掉 勞音的傷害 到城堡時代很高 兩隻生女就這樣被抓了 而且還被招搶 好虧 歪唷 這邊有點小虧 好 這裡上高地吧 上高地優勢比較大 阿寶啊 好 插在主經的位置 看這邊 村民會被撕到還有投石車 歪唷 真的這麼硬要嗎 不會吧 人家有投石車的情況下 還蓋城堡 哇 怪怪的 怪怪的 歪唷 這個 我覺得不太好 阿 怎麼會有免炮 阿 這個免炮出來幹嘛 哇 這個免炮 直接 被 抓爛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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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被 哎呦 差點被射死 一滴 完了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我總不覺得這個城堡 有點 會讓YO的節奏 不大失啊 本來 沒什麼事 投車 大戰而已 你投 我投你 現在變成 要我有這個城堡 拼命了 本來不用拼命的東西 變得要拼命了 然後追衝進來 投車 呃 後面砸一發 老鷹 但是招想到 沒問題 想砸生女 硬砸 搞定 完蛋 投車被招 吐了 不要硬蓋了 這種硬要來 哇 免炮直接跑出來 對幹了 受不了 受不了了 哇 好難受好難受 再砸一發 換到了 換到了 後面好一隻臭民在蓋 來到70% 再砸一發 殘血 完蛋 放不下來 這隻臭民 能換掉這一台嗎 一拳 剩一台 這個臭民 偷蓋了很久 來到78% 好 這裡要再 直接拉臭民去打頭子車了 哇 但是一發拍下去 又砸到了一堆臭民 移動速度真的好快 波西米亞的臭民 血量真的是多啊 55滴血 移動速度又快 後面有準備兩隻老鷹 好 老鷹過來 這應該是剛剛招想到的 我又來剪下頭車 但是又拍了一下 又抓了 超多村民啊 這根箭塔加上頭石車 總共擊殺了 至少超過了20隻的村民 還有這個生女的招想 好 我又用了自己的村民 終於蓋起來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建造的過程 充滿了一堆公安事件 這個公安事件 是自己造成 是敵軍造成的 有點危險 還是要注意這個公安安全 沒想到死了這麼多人 才把這根城堡蓋起來 YO這邊點下了贖罪思想 可以招想敵方的死生女 阿斯特克這邊則是點下了帝王時代 3TC也補下了 大會可以來前線插寶 鋪巨頭 直接開拆 哦 這隻刺頭擊殺掉了一隻生女 不錯 阿斯特克也開始在轉型了 開始轉步兵科技了 好 現階段來看 阿斯特克 現在是非常有優勢的 時代上有優勢 透明術也沒有落後太多 而且生女科技也開始慢慢完善起來 哎呦這個招想生女 能招到嗎 沒有辦法 就是自己的戰車 先被招想過去 招一招來看到打生女我很開心 走抗著想就是舒服 哎呦這招想沒斷哦 再回頭話就要被招了 好 再補下一個修道院 三個修道院 一出生女 現在生女的血量已經來到了60滴血 哇呦在左邊的進攻 已經拿到了三顆生女 三顆聖物 三聖物對兩聖物 讓阿茲的兩聖物接近三聖物的黃金彩量 所以現在阿茲也不會太落後 左邊有大動作了 既然你右邊狂攻 那我就從左邊進攻 來打一個多線 就會有機會讓你在右邊的控兵操作失誤 好 霍西米亞帝龍斯在點下化學要不要趕快補了呢 待會一上去就有火炮可以用喔 欸 大學還沒有補的樣子喔 尷尬了 這個城堡修理也沒有石頭 生鯉兒想要直接走 這是後方兩隻生鯉 我來了 而且老鷹也來了 沒收了 最近要收進去 再放出來招響 斷你招響之後 換我直接主動招 換我有招響的優勢 這裡老鷹再招一下 右邊的聖女也招 這個老鷹上去 結果聖女兩隻沒招到 反而是自己損失了四隻聖女 哇 這一波炸裂 城堡掉了 聖女也掉光 但左邊這根城堡蓋好 好 完蛋 正面要潰不成軍了嗎 趕快往後走 黃金不夠 必須招響生鯉 但是他有印刷技術 現在YO還沒有 人家可以優先招響 好坦 這個聖女可以扛兩發城鎮中心的傷害 真的 殺進來了 一步一步一步的 貼近了YO的城鎮中心 好 反正是YO想要從左邊進攻 有點困難 阿斯特克又拉了更多的大石牆 好後面補一下新的城堡 右邊的攻勢夠快 YO就可能會擋不住 完蛋了 這些田都不能採收食物了 這裡至少損失超過一千木頭阿 右邊這邊田也是 如果這邊田也不能正常種的話 哇 這些田也不能了 這裡總共價值超過快要三千木頭了 三千木直接被拆爛 修道院三顆聖物也要被幹走了嗎 我現在把座的基地往左邊搬 而補下了射箭場 他只是要走火槍了 現在只有走火槍 才是波西米亞的唯一能救他的辦法 好 射箭的招牆 在 印刷技術還沒有點下 沒有修道院 招牆來說相當劣勢 三顆聖物想要拿 但是來了 YO三個聖物硬撿 但是被招牆 滴 再滴 哇 燒萊姆下三個聖物還撿不到 阿茲特克你實在是太無情了 YO這一波被打得一個措手不及阿 人旅都來不及搬 搬走這個聖物 如果聖物都被幹回去了 阿茲特克的信仰交流 太猛了 實際上來到了85地險 好 現在阿茲只要狂殘老鷹 基本上 YOO應該就是十拿九穩了 好 牛工廠補一下 哇哇這個大軍這麼大 後面補了3TC 想要直接招牆射箭場 後面直接過來手撕 火槍cover 火槍後面被招牆 還好一段邪說 但是被招牆不會反叛 火槍在後面瘋狂輸出 看能不能擋下這一波 好火槍擋掉了一堆老鷹 荷明死傷一片 老鷹瘋狂輸出 為火槍兵製造輸出環境 但這邊這一堂死傷 荷明樹已經來到了36村 剛剛這一波又死了 大概15村左右 好火槍繼續招 你有火槍我有僧侶 沒有放棄 阿扯克這一波 被擋得下來 要是一般人擋這一波 是通常擋不下來的 真的是世界頂尖選手的等級 才擋得下來這一波攻勢 太小了 大概這一波 全世界叫 十個人來擋 應該只有十個人擋下來了 好 這裡填有稍微地一下 太小了 太小了 大概全世界99%的人都擋不下來 被YO給擋下來了 好扯好扯 好 這裡紫毛去點一下 阿扯特克的戰毛兵 可以提升戰毛的射程跟傷害 這一波是不是有點腦衝了呢 YO這波火槍要送光囉 哇 這個勝率直接招爛 剩下兩隻火槍 好 紫毛器點好了 只缺一個化學嗎 化學還沒點 還有彈道學 這個紫毛器可以讓阿扯特克的戰毛兵 變成帝王戰毛的傷害跟射程 所以如果波西苗遇到這個情況 一定要轉出榴彈炮 那陣地戰開打 現在YO要沉醒的東西是榴彈炮 火槍喔 這兩個東西要沉醒了 再來就是少量的森鋁喔 可以反制對方的投石器 這個重頭之類的 但是現在阿扯特克沒打重頭 招牆森鋁的話 單純護招 可能數量也要夠多 但是現在肉也不夠 波西苗的胡斯派改革 也沒有辦法 等一下這跟城堡是不是別蓋比較好 先拿出門打架 好火槍兩隻被招攬 哇火炮也馬上被招死 尷尬了 阿扯特克這波招牆打得漂亮 好陰 這邊想要追 再拿走 好火槍這邊 往前走過頭了吧 燈完燈完燈 好被被招死 唉唷回頭招火炮 這個城堡要是能蓋好 YO就還有機會 左邊這裏有火炮進去了 YO 炸死一隻勝率 這隻勝率 炸不掉 開炮一下 預判 沒死 還有9滴 再一炮 能夠預判成功阿 好像有點遠阿 這個距離 好了 互相開炮 用連接石頭 再來一套 好地 好 右邊的戰況 現在有這根城堡 不好進攻 好 公車回來 巨頭架起來 就有機會了 好 左邊的牙利 步步逼近 現在 YO的村民處只有87村 應該還可以再多一點 好 生旅招翔 火車 唉唷 差一點差一點 OK 火槍兵 現在有12隻 這應該是最後的守成戰阿 但最後的守成戰 YO的石頭卻不夠多 買了300石頭 花了506 黃金 還有這張地球的黃金就是多 再次還可以靠買賣 但是這個巨頭的數量有點誇張阿 工程速度有點快 留給YO的時間不多了 火炮再打一下 利用戰毛兵加上生女去掩護自己的巨型投資機 這波打法漂亮 直接拿下 火槍兵現在數量不夠多 現在也沒有流彈炮升級 YO決定要轉肉嘛 左邊巨頭也反制了 左邊的城堡進攻 哇 Valance這波打得實在是太漂亮了 金瑞英勇士也登場 YO的肉馬 新奇兵中午升級了上去 但是前線哨戰 城堡已經被摧毀 前線的東西產人很多被壓制住 現在榴彈炮擊殺這些戰毛兵 效果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數量太少了 而且也沒有前排坦克 完蛋了這些設計場都要被招了 變成前線黑產戰毛兵了 火炮打一發 勝旅還死不了 再一發躲掉 但是這裡有一段寫說 不會被拿過去喔 沒事沒事 左邊戰線也被入侵了 現在兩邊都是勝旅加戰毛兵的入侵 新奇兵想要先從左邊解掉問題 這個火炮危險了 回頭打一發 對 新奇兵開始反殺生女運 搞定了 還是要靠清奇兵喔 才能砍掉這些東西 好這波弱馬衝進去 想要抓一波村民 歪歪還沒有放棄 哇這波戰毛傷害有點高啊 好死了一些 還行 好 稍微被戰毛兵打有點痛啊 這個帝王戰毛的傷害值太痛了 連肉馬都扛不住 這個是阿茲特克的垃圾兵 直毛氣戰戰毛兵 跟我一樣 好 金冠技術也點了 金瑞英勇士9加4傷害 攻擊在點完 變成8加9老鷹 8加9老鷹出來就沒了 好還來不及就結束了 哇我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阿茲特克跟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出了49隻的勝利 我還要出了51隻火箱 這場比賽 著實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呢 來到了資源全勝 木材食物黃金石料 最後摸到了5個勝物 那我覺得YO這一把比較慘的地方是 在人家面前投石車跟勝利的面前 蓋城堡這件事情 雖然最後還是把城堡蓋起來了 但聰明的損傷術 來到了快要20隻 甚至有點虧了 要是沒有那根城堡蓋這個位置的話 可能可以顧得再更好一點 可能可以稍微蓋右邊一邊的高地 左邊稍微把它用石槍圍起來 可能會更好 這當然也只是我個人的見解 如果你在高地蓋堡的話 人家投石車打上來 傷害也不會這麼痛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